区块链会颠覆我们的生活吗 过去几年间 我们看到脸书和online 都用区块链发行虚拟货币 也看到许多人说比特币是一场泡沫 区块链只是被过度吹捧的新科技 两边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身为旁观者的我们该如何独立思考 要独立思考并不容易 因为区块链的名词太多 但自己的时间总是有限 那就很难判断 区块链到底是投资人该注意的新蓝海 还是大企业要小心的颠覆性科技 或是政府该填补的管理漏洞 大家好 我是这堂课的讲师许明恩 两年前我创立了区块市 这个主打说人话的媒体 用浅显易懂的比喻 让更多人认识区块链 至今我写了超过200天文章 从商业、经济、法律、技术 不同角度 深入探讨区块链的各个面向 也因此受邀到台湾的中央银行 TEDX以及大学演讲 连给中小学生看的国语日报 也刊登我的文章 复杂的事物背后 必定有一套简单的规则贯穿全局 因此这堂课将从商业案例 跟实际操作中学习区块链应用 课程将分为四大章节 分别是白话导览 日常应用 商业应用 以及走入产业 即便是第一次听过区块链的人 也能透过这堂课掌握区块链的全貌 并评估自己适不适合踏入产业 在白话导览章节 我会剖析区块链从何而来 以及目前的发展进程 开心来龙去卖 就会更有全局观 日常应用章节 是以亲自动手作 来取代名字背诵 区块链经常跟钱有关系 我会在课程中 送你价值台币100元的比特币 让你一起提会比特币上涨下跌的乐趣 或是真的去买一杯饮料来喝掉它 会操作就已经掌握学习关键了 但如果你想靠着区块链的知识发大财 还得知道如何将区块链运用在商业上 在商业应用章节 我将拆解真实的企业案例 带你看懂全球知名的企业 例如微软 脸书及IBM 如何运用区块链想新科技 我不仅会替你整理出三种成功的模式 也会带你看应用失败的陷阱 成功与失败交错 才是产业的真实样貌 最后在走入产业章节 我将专访两位分别来自大企业 以及新创公司的领导者 聊聊区块链产业的生态 区块链不只是工程师的事 从事区块链相关工作 到底该具备哪些技能 以从做中学的方式完成这四个章节 不仅能让你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也有助于你打造成功的区块链应用 如果你想以务实的方法探索区块链实践 这门课是一位专家用一个下午 带你一起找答案